5號,聖誕節 剛剛坐在旺角,有兩母子說 可不可以讓我兒子坐一坐 我說好,沒問題,你坐吧 然後大家聊天 他說我兒子也是剛剛放出來的 我說為什麼,問了他 我說你犯些什麼? 他說沒有啊,我沒有犯 就是他兒子自己說的 他說無厘頭,就在商場那裡 跟著幾個黑衣人 他以為大家都是同路人 在喊喊口號那些,主要喊口號 誰知突然說要抓人,他就怕了 走就按下了他,然後就抓軌了他 就困了他28天,由9號困到28天 那幾天才放出來 他媽媽那天是同一齊的 說救兒子,然後又被他捉了 就困了他48小時才放他 完全沒有告他,什麼都沒有 很無厘頭,搞到我現在 我都覺得那些警察很過分 你無厘頭,又不知道犯什麼法 又沒有查詢我什麼 就困了我兒子28天,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說為何你們不找人幫忙,算了我們都不追究那麼多 放了出來就算了,但我們就會撐青年人 那些警察真的很過分,就這樣說 不跟你談,然後他就走了 沒有任何入罪,只是困了他在庭門那個不知什麼的 不是困了所,不是困了所,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總之是在庭門那個 就是懲教所那類? 他又不是懲教所,他說是庭門那些叫感化所那類的 就是針對微成年人,沒錯,在那裏就找了28天 微成年他那個感化,好像感化你是這樣犯人的 但他沒有犯過任何事,你要有罪名的 你要有罪名的,完全沒有罪名 你見到判了監,很厲害的那個 他就是這樣捉了,捉了之後,因為他未成年 他媽媽擔保說我看著他,都不行,都要過去 微成年就是這樣,他覺得你父母 教育不了他,他就會去那些兒童院 很簡單一件事,你都沒有可能 因為你是,喂,我真的不走 那些警察就是無理,從頭到尾都是 未成年那些,是啊,很過分 總之現在就是軍權政府,警察就算 下不了你的命令,捉不了你的證據,都要這樣問你 你就,說得難聽一點,不幸運被他抽中 就算任何年齡,沒有分階層的 他都要,有沒有犯法都要捉了你,跟著困了你 幸運就48小時放你出來,不幸運的 就分分鐘被人,打到你骨,現在有三十幾個人 還是六十幾個人,打到那個骨折碎了,那個盆骨 這些就是那些,那個什麼,泛洪凌 入了去,早兩天聽電台都這樣說,是啊,他自己都驚訝 現在你整個政府都是這樣,現在是軍權政府 林鄭是傀儡來的,林鄭只有指殼,沒有用的 所以林鄭出來,他一定要撐警察那班的 他怕警察那班,對他不客氣,所以他是不是都要撐他 現在沒有道理的,現在香港沒有道理可言的 只是有王權,王權就是警察,由六月份到現在 一日給一日惡劣,現在個個都說日本軍權政府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來,說明了,東京人 臨時,李克林奇尊 真正的真正